大姑奶奶回来了吗 她昨天半夜三点钟回来的 说今天午饭别叫她了 怎么就成一碗粥啊 茶茶吃过了 她吃过了 阿奶奶 阿奶奶 货运行 来人找事 她非说给咱们的绸缎 是高价货 要追讨一笔尾款 几个人堵在门口 要五喝六的瞎嚷嚷 还有说 咱们进口的红酒年份不对 也赖在门口不走 还有 行了 行了 二爷又不是头一次出门 掌柜的这点事都办不利索 什么货队是什么价 把订话单子拿来一看 就明白了 这还看不出来吗 他们就是无理取闹来的 外面还有风声说 咱们二爷出去走货 让土匪给崩了 这两天哪 时常有人拐弯抹角的打听消息 暗地里 没少下半子 我看 这一步 就是打前站来的 自从咱们程家来到北平 他们一直掩护 表面上 静着二爷 怕着二爷 但凡风吃草动 就不安分 可是 二爷确实下落不明 他们这是成人之危啊 二奶奶 这样下去没完没了的 您得赶紧想个办法 马掌柜 我是老主顾啊 哪能无缘无故地麻烦您呢 实在啊 是货好 劲儿高 让不了力 不信让大家瞧瞧 把布拿来 大家瞧瞧啊 看看这料子 职工好 衣裳好 是 它是样样都好 这么好啊 两个爷 就这么好的料子 程家货运行 收了货 黑不提白不提的 他赖了我没管了 您说这点什么事啊 不是吗 还有 怎么能这样 我们家从您这儿进的红酒 拿一瓶 您看一下 这差着年份 你们看看 看看 都看看 都看看 真是 看看 看看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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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来回看看 那你说怎么办啊 对啊 我们这以后 还能不能在您这儿进货 一会儿那么提醒 你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吧 就是以后还怎么多省 对啊 我们也还有生意往来啊 好了好了 听我说两句啊 二位爷 这事 我是真做不了主 您高抬贵手 等冬家回来 一准 给您个说法 冬家 你们冬家 无影无踪的好几天了 活不活着都不知道 还回来 什么二伯父啊 不是吗 不是 是啊 说什么 都会说人话 这位爷 您怎么放干净的 年头年尾图个吉利 这位先生开口就骤人 是什么道理啊 来来来 让开 让开 二奶奶 这是谁啊这是 这是谁啊 这有问题吗 这是我家二奶奶 原来是鼓上的内卷哪儿 这外面的生意 恐怕 你也插不上嘴呀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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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了主 你 老韩 把料子拿过来 是 我要是没看错呢 这就是来自杭州秀龙方的仇子 手艺之工都没得挑 的确是上品 二奶奶 您好严厉啊 她最早五块钱一匹 后来连着两年雨水都不好 赶上四块七 今年外省修铁路 就跌到四块四 您问我们要的是什么价来着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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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过年的 不矫情这块八毛的 不管她要多少 掌柜的 把尾款退给她 是 这钱呢 就当是了结咱们两家买卖上的交情 打今儿起 桥归桥路归路 不单程家的生意与您绝交 就算范家补的门路 您也别来打听了 您就看看我说话 算数不算数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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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礼 奖礼 您这红酒的事啊 我可一点也不懂 掌柜 给她退货赔款 承家底子厚 少了谁都垮不了 把里面结账 请 我是来提货的 写什么账啊 您别呀 来来来 走走走 结账 那个 你们 快点 装修 您您您 二奶奶 真有点吓死 这好离 回来呀 二奶奶 二奶奶 这 生意上 有来有往 磕磕蹦蹦 总是难免的 算我有眼无助 您多包涵 您多包涵 刘老板 您是走支票 还是拿现代药 在里面请 结账啊 还有话说 您说二爷好端端的 就算他有个三长两短 我范香儿也当得起这个价 还有哪个不怕劫仇的 敢来虎脚蛮缠 尽管试试 好 是 你给我盛一盛 是 是 看一看 是什么急啊 我真不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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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